那接下来呢 对这个DAO呢 这种模式呢 做下纷洁了 其实认真听的同学啊 应该知道 其实我们刚才写的这种核心代码呢 还是上午的代码 只不过呢 跟上午有点区别的是 在这呢 多写了两个包 使用接口跟实现这种手段 去包装它的 在这呢 写一下 第一件事情 新建一个DAO的接口 里边定义具体的 那就是声描 访问的逻辑 或者访问的规则 就是数据数 访问规则 第二 新建一个DAO的实现类 具体实现早前定义的规则 第三 你就直接使用这个实现了 具体的代码以及例子呢 把这一点拿过来 就这一套 这个呢 是咱们的实现 直接使用实现 我就找这个 有一个叫Texit 好 我就呢 就是这个